冰棒 好啦 怪不得喜歡英文好了 好啦好啦 夠啦 不要一直弄我啦 今天呢 就是要玩新的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叫做 魔力寶貝2 應該 魔力寶貝M 為什麼是2 魔力寶貝M 應該大部分人都聽過這遊戲 對吧 就是童年回憶 對啊有點小尷尬 沒關係我們要化解這個尷尬 因為我專業度來化解這個尷尬 好我們先開個場嘛對不對 看到我們現在的畫面呢 它很明顯它就是一個日系畫風的 然後它是回合制的遊戲 然後呢 它是2D的 那最 它最 最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職業系統 還有它有一個寵物系統 然後今天我是 查了非常多資料 然後跟玩了一陣子 然後再跟大家 講這個遊戲要玩什麼樣的東西 安安各位 然後它的寵物很多 有九大系列 然後你知道一隻寵物就有很多個顏色 然後九個系列 所以它有上百種的寵物 寵物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會跟寵物一起組隊 然後呢 這款遊戲非常適合 組隊連線打電動 一起打電動 所以我希望 然後未來呢 如果我們常常拒絕玩這個遊戲呢 我們Discord 可以大家一起組隊去打怪好不好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 這遊戲呢 為什麼現在要來工商呢 因為它6月25號的時候才開服 然後 伺服器有很多個 如果想跟我一起玩的話 如果啦 我在 處女座這個伺服器可以找一下一下 然後因為剛上市呢 它會有金幣加成5% 這遊戲今天就非常的重要 你要升級要幹嘛 全部都是吃金幣的 反正就是現在是 非常 好入坑的時機回 所以現在就是 優惠很大 金幣加成5% 那金幣加成5% 就是要用那個什麼 它有一個特別的祝福 我等一下會示範給各位看 因為我已經用這個5%了 就是只要登入帳號 很容易就可以5% 就可以用5% 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消息 它有一個好康 就是必勝客 在 7月2號 也就是今天 對今天是7月2號 到7月30號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餐 就叫 My Heart Box 魔力 寵 魔力魔寵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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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獲得 魔力寶貝限定的虛寶 然後這個虛寶呢 就可以在遊戲中兌換限量的虛寶 然後 如果呢 你在生活中 你捕捉到 猛寵外送車的話呢 就可以吃免費的披薩 或者是 週邊的週邊商品 然後呢 我現在在做的是日常任務 就是其實 我平常很快就會把這個任務解掉 但是 我今天因為 要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怎麼玩 所以 就 我就今天忍著都不解這些 遊戲和工商 OK嗎 大家要仔細聽我 要講一些重點好吃 我們打完這個之後 我再來講職業好了 因為我剛剛有說它的職業還蠻重要的 對吧 它的職業 分很多種 我會告訴你們 有哪幾種 然後推薦哪幾種 呵呵呵 我超猛的 對 就是 這個 這個遊戲呢 有 弓箭 格鬥士 戰斧 劍士 騎士 傳教士 魔術師 還有巫師 然後 推薦的 就是 大部分的職業都蠻好的 但是有特別推薦兩個職業 就是 你 不用課金 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很喜歡的就是 戰斧 戰斧這個職業 就是我現在在玩的職業 就是戰斧 戰斧就是 它是近戰的 然後它攻擊力輸出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呢 就是 傳教士 傳教士是不顯的 然後但它也有一點點輸出和攻擊 因為這個遊戲 打副本的遊戲 通常都非常吃回血 然後所以 如果你是玩傳教士的話呢 你就不會怕找不到工作了 對 然後呢 其他的會比較難玩 好像弓箭它的難度比較高 或是 魔術師其實蠻厲害的 但魔術師呢 因為 魔術師放技能 它是全能型的 但是一個技能要花錢學 然後 花錢學 如果錢不夠的話 你不是很會賺錢的話 你就要花錢課金 對 如果你是 台客的話 不是台客 如果你是 課長的話 你就去玩魔術師 很猛 那如果呢 你只是一般的學生的話呢 就是 我覺得 戰斧跟 傳教士 比較初階入門推薦的 對 其實升級還蠻快的 欸我們剛剛說職業 職業是可以選那個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升級了 所以它就是會有 屬性點的分配 所以 這遊戲它是有 屬性點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屬性點的面板 登登 然後 因為我剛剛說的是 戰斧嘛 對不對 戰斧的話呢 就是要 我啦 我就是會加力量跟速度 因為這遊戲速度很吃重 沒有錯 網上攻略寫 速度非常吃重 它會決定就是 你攻擊的先後算去 然後影響整個 呃 對戰的 戰局跟戰況 它叫什麼 往上寫什麼 它寫 抱歉走錯 有個很專業的名字 我不知道 然後呢 就是 以 近戰的 戰斧來說呢 就是 力量 我點4個 然後速度再點4個 對 就是因為呢 你知道 點4個它沒有辦法再 往上點 因為它最高是 最高多少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你不能超過它的一半啦 所以就是平均就是 兩點兩點點 或是 兩點兩點兩點 呃 兩點一點一點點這樣子 但是戰斧的話呢 通常都是點 力量加速度 因為它是輸出腳 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到很後期 你可以點體力 我們繼續 繼續刷關卡囉 這隻黃蜂就是 我的那個 寵物 它一開始的時候 會送你 兩隻寵物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可愛的寵物 對 這是 我有兩隻寵物 一個是這隻 一個是這隻 它最開始會送你這個死模 還蠻可愛的 紅色的小東西 然後呢 之後就會送你這個 黃蜂 然後 黃蜂 可以用很久 可以用到 四五十等 都可以用 所以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雖然你可以去 就是你可以一直抓寵物 可以用風險來抓寵物 可是呢 他們會說 不建議 大師啊 大大們都會說 不建議 就是去抓 一開始就先抓寵物 你要把資源留下來 因為他們這兩隻很 很猛了 就是把資源留下來 等到以後 你玩到 中後期的時候 你再開始抓 厲害的寵物 然後如果呢 欸 大家聽 如果你想要玩到我們後面 五十等之後 你要抓寵物的話呢 建議抓封吸一 所以 建議抓封吸 然後把資源投入在他身上 但如果呢 你是課金玩家的話呢 你想幹嘛就幹嘛 欸這個這個 法蘭 法蘭許願池這個很棒 法蘭城許願池 每日許願 然後許願 再許願一次 然後再許願一次 然後再許願一次 登登 就可以得到一些好東西 然後 你就 做完許願池的任務了 有沒有 喔對 它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5%金幣加成 對 這個是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就是上面有一個綠色痘痘 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有 在設置綁定帳號 登登 設置在下面這邊 然後 呃 綁定這個帳號 你按 你到時候按一下這個綁定就行了 呃 要跟你們說 活動這邊會有一個 喔不是活動 在這邊 打怪 就假如說你今天日常剪完了 主線剪完了 支線剪完 已經沒有東西 可以剪的話呢 沒有任務可以剪 你要做什麼呢 可是你還有很多時間 你要做什麼呢 這邊 有個打怪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怪獸 有沒有 好 然後這邊 就選 乾坤 OK 開始打怪 GOGO 不要 為什麼要學徒 我還沒有辦法收你啦 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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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喔 趕快買月卡 然後它就是 我告訴你喔 這可以放一小時吧 這就是自動刷過來 你完全不用動它 你就是 掛著 然後你就是 去看書啊 上廁所 睡覺都可以 要幹 幹嘛都OK 就是掛著就好了 它就是 掛機 就是掛機台這部分 然後其他它就 不算掛機 就是你要 點啊 點啊 這個不用 它就是打怪這樣 那我們再綜合 全部 今天 我們的內容好不好 好 既然都要工商了 就必須把 這些重要訊息 帶給大家 OK 好嗎 看久都學會了呢 好 考前筆記 好 魔力寶貝M 日系畫風手機遊戲 然後是有 日系的回合制的經典玩法 有多優化的職業 有多優化的寵物系統 還有 2D的Q版角色 之類的經典特色 然後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 蒙蟲闖天下 有九大 上百種的寵物 好 是非常是跟朋友一起玩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呢 組隊打副本 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來呢 因為這個遊戲呢 6月25號才開服 所以它才剛開服 它有送給大家 非常多的福利 啊 就是金幣 或5%加成 這遊戲金幣非常重要 你要升等 要幹嘛 全部通通都要用到金幣 對 金幣呢 也就是你之後 客金會用到的東西 呃 你客金就是拿來買金幣啦 很多時候 金幣會有5%加成 就是現在 你就是去 連結那個 B E A N F U N B FUN 的那個 APP可以下載一下 然後連結一下 它的 那個 去設定那邊連結 每年之後 climate 你以後 玩任何東西呢 金幣都是5% 5%喔 然後呢 還有一個好康 就是3億的零用金大放送 就是一樣 你用B B B N B B N 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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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為什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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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FUN 等账号登入游戏等级达到40等 40等的话就可以获得300块零用金 跟家族的身体券 才可以装到自己的家族的实力 然后再来呢就是前100个拥有50名 Banfun以上用户的家族 反正就是你这个家族里面 如果有50个都有连接到那个Ban Banf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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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错Banfum 按连接会帮不到我会哦 Banfum的家族呢 还有额外的东西给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必胜客 必胜客跟魔力宝贝有合作 由7月2号到7月30号 购买MyHotbox 魔力猛宠餐 就可以获得魔力宝贝M的限定薰宝 然后游戏中可以兑换限量虚保 可以恢复玩家跟宠物体移植的东西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在三次人世界 现实世界中补收到 猛宠外送车 就会可以免费吃披萨 然后还可以获得魔力宝贝M的周边商品 都跟大家说完了 然后今天呢 工商直播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游戏挺有趣的 麻烦 帮我点 资讯栏下面的链接 去下载好吗 你不玩 你也点资讯栏下面的链接 去下载 可以吗 你就是点了 下载 OK吗 那你下载之后 要怎么玩都 都可以 free的 好吗 记得 最终IG 这样是最终我的IG 好不好 OK吗 好啦 那就 下次再见啊 拜拜 拜拜